祝大家BC省省节快乐 Happy BC Day 大卫德天天晨报 2023年8月7号周一 长春藤100专业SA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社团简讯 由爱护我们的社区的孩子们组织的西北温乒乓球友谊邀请赛 近日将在北岸乒乓球俱乐部举办 喜欢乒乓球活动的小伙伴们 可以关注西北温各群的通知 欢迎到西北温乒乓球群里面讨论相关事宜 大卫德登山队本地剑走活动 初级将于本周四8月10号 在北温四溢墨山地区进行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到各个登山群报名参加 健康生活走起来 租客抱怨申请安装空调受到房东阻碍 房东群体则表示 增加的电费和安装维护费用 也是租客应该承担的一部分 BC省政府推出给低收入家庭的免费空调计划 然而要求申请人必须有独立水电费账号 据BC水电公司表示 已经有大约2000位客户申请安装免费空调 其中有1200个账户已经获得批准 房客联盟表示 由房东签字同意才可以安装空调 并不能保护处于弱势房客群体的权益 BC省住房部表示 房东和房客应该共同努力 找出合理的安装空调的解决方案 并写入租赁合同中 BC省政府今年宣布将在三年内拨款1000万家元 给省内低收入家庭免费安装8000台空调机 以应对极端炎热天气 2021年的酷热天气 曾经造成600多名BC省居民死亡 加拿大统计局的报告显示 6月份的年通胀率已经跌至2.8% 正在接近央行的2%的通胀目标 但是食品杂货的涨幅仍然高居不下 6月份的价格同比上涨9.1% 高于5月份的涨幅 专家表示 多种因素推动食品价格 其中极端天气是未来10年 食品通胀的主要威胁之一 据科技日报报道 由美国诺斯维尔健康中心 泛斯坦生物电子医学研究所 开发的人工智能AI大脑植入技术 以可帮助瘫痪患者恢复其感觉和运动 长春藤100教育 专业SAT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理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